蟲鸣鸟叫声中映露眼帘 隐藏在树林里面的这座城堡餐厅 光是周遭种植的整排落雨松 以及各种花卉和充满生机的鱼池就令人惊艳 走进屋子里面 整体挑高的用餐空间和拱门造型的大片落地窗 可以直接透视外面的园艺造景令人心旷神怡 经营这家餐厅的姐妹花老板表示 希望让来这里用餐的客人 能够看见马林四季不同的美丽景色 而他们的餐点也会跟着夏天和冬天两大季节 搭配在地食材做变换 夏天的话就会饮食会偏向比较清淡 然后会用我们都用当季 比如说现在竹笋 我们下面有一个那个冠军的竹笋 我们就会利用一些当季的食材 或者是当季的食材去做一些夏天凉的 或者是我们夏天的食物会比较像法式的感觉 那冬天就会比如说我们台湾人就喜欢吃一些麻油 或者是比较炖类的东西 我们就会可能炖牛肉啊 或者是一些麻油鸡或者是充满猪之类的这些食材 会去做一些调整跟搭配这样子 我们每个月的20号会开放下个月那个餐厅的预约 然后时间都会公布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那客人就可以看我们的那一篇 然后去视讯我们你们要预约的时间 那没有接受电话预约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 所以忙起来的话 可能就算我接了 我可能忘记了 那就不太好 对 所以我们用网络预约会 大家都各自有依据 会比较保险这样子 直透式的餐厅和厨房 拉近主厨和客人之间的距离 也让客人一目了然 大厨的做菜环境和方式 让用餐的人更安心 由于是无菜单餐厅 主厨兼老板的史蒂芬妮 介绍煮菜色时强调 不论是牛肉 鸡肉还是鱼肉 都是自己用心的作品 从腌制到烘烤煎煮 都是耗食耗工 兼顾色香味俱全的经典菜肴 嫩的牛煎 就是牛煎的部位的那个牛排 那我们有先用那个味噌 先干腌过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把味噌去掉之后 然后再那个再煎过 那这样子的动作之外 它会把它的那个肉汁会锁在里面 然后会多一股那个味噌的香气 这样子 鸡腿卷 那就是我们用去骨鸡腿 然后里面有卷上那个 日本的那个豆皮海苔 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酥子叶 然后火腿跟那个红萝卜 然后中间再卷上一些粉丝这样子 然后切开的话它就会有那个 一圈一圈的颜色这样 对 然后我们最后会搭配上那个 盐奶花生酱 猪里肌 对 那先用了那个香料下去腌制了一个晚上 然后用低温先烤过之后 我们再那个大火下去煎 对 那它吃起来就 因为里肌肉的那个脂肪没有那么多 那吃起来会比较软 然后也比较没有负担 除了煮菜配菜和点心 主厨一样用心贴心 像是这道松露炖蛋 听起来是炖蛋 吃起来却有着像布丁一样的滑嫩口感 松露炖蛋 对 里面加的是鲜奶油跟鲜奶 然后还有鸡蛋 然后再加一点肉豆扣下去调味 然后最后是淋上那个松露的那个酱汁 对 口感上 它的口感比较像布丁 就是是软嫩的 对 然后比较那个滑顺这样子 对 蛮特别的口感 其实蛮多客人都蛮喜欢的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再加上暑假到来 这家位在七独马林地区树林间 绿意盎然 城堡景观的无菜单餐厅 非常适合民众前来一探究竟 享受美食及芬多斤 不但可以吃到餐厅 特别准备的季节风味餐点 放松心情 转换紧绷的心境 悠闲的景观环境更适合拍照打卡当网美 而老板也贴心提醒民众 餐厅只接受网络预约 没有接受电话预约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明明是否写联合 未经许iniz 明是否写 明是否写